今天我們大概要講的主題是迭代 但是在這個之前先提醒大家 我們下禮拜考試 所以你們有任何問題的話 今天趕快問 考試的範圍就是我們講過的主要章節 就是其實沒有多少 基礎 爬山演算法和神經網路 那爬山演算法裡面呢 還有模擬退後法和遺傳演算法 那最難的是神經網路 那神經網路你要把這個 capacity這一篇盡可能的弄懂 那英文的不好看的話就先看我這篇 介紹他的那個方法 然後呢 你要搭配 你可以搭配我的程式去看 那你可以搭配我的程式去看 這一個套件 它裡面有一些伴力 那其實上禮拜我把循環神經網路也加上去 那這個已經就比較到深度學習的部分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 那捲基神經網路我還沒加進去 我會試著加進去 那另外其實還有一個深層對抗網路 我試著加進去 但是沒有成功 因為我的演算法沒有辦法真的學到 那我還在思考到底它問題在哪裡 所以這裡面其實背後還有很多東西是需要做的 那我們現在所理解到的T度下降法是其中最關鍵的東西 沒有T度下降法其他都不用談 所有的深度學習幾乎現在都還是以T度下降法為主 那另外有一個Hinton發明出來的叫CDK演算法 那那個算法其實現在有一陣子 2006年到10年的時候蠻受重視的 但是2012年開始之後就 好像大家發現用T度下降法就可以做很多 即使是網路比較深層的部分也可以做 不一定要用CDK算法 那原因是因為他們把傳統的那種整流函數 Sigmoid的函數改成RELU 那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講到 其實就可以讓神經網路在乘數變多的時候還不容易崩潰掉 那這個後面的數學就比較複雜 那我們現在先不急著看到那邊 我們先把T度下降法弄懂就很夠了 那你怎麼樣子去做T度喔 那我發現其實CAPACY這個真的寫得很好 那我很喜歡CAPACY寫的部分 寫的東西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篇是專門講循環神經網路的 那篇我覺得也寫得很棒 那之後講到深度學習我們會再回過頭來講的部分 那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我們已經學過的這些東西有什麼關聯性 我們已經學過基礎這部分其實就介紹而已 那我們有介紹到聊天程式 OK 這比較跟現在無關 跟後面無關的主題 那到了爬山算法一直到神經網路 其實都有一個主軸 這個主軸就是優化 你怎麼樣子尋找函數的最低點或最高點 那爬山演算法顧名思義通常是找最高點 但是你也可以拿來找最低點 遺傳演算法也是 模擬退活法也是 神經網路呢 也是 找最低點或最高點 那這樣就還有一個問題 找最低點和最高點的方法 只能夠用鄰居看一看嗎 我們現在看找最低點最高點的方法幾乎都是 我把我附近看一看 有更低我就往那邊走 這是爬山演算法 T度下降法是 我直接算出最斜的部分在哪裡 我就往那邊走 那除了這樣的方法以外 還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用來找最低點最高點 或者是某種解答 你還能想出其他的方法嗎 那這就牽涉到電腦到底怎麼樣解方程 這比較偏向科學計算的內容 但科學計算其實我覺得也是人工智慧裡面重要的一環 科學計算你最後發現它跟人工智慧是分不開的 所有的深度學習套件同時也都是科學計算套件 否則它就是基於某個科學計算套件衍生出來的 你現在看什麼不管是Torch、TensorFlow或者是Kera、Ceno 那些背後其實都有矩陣函視庫 而且Python裡面的矩陣函視庫比較常用的 基礎的就是慢拍 然後再來是賽拍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慢拍是最基礎 那矩陣函視庫其實就是科學計算的最核心的東西 為什麼跟矩陣有密切關係 這一點就很奇妙 因為太多的運算需要牽涉到二維的矩陣相成 相加相成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矩陣其實是一個還蠻強大的觀念 等到我們後面再看到的時候你會發現矩陣其實那個觀念很強大 但不是只有矩陣相成的觀念就夠強大 而是當你把矩陣綁定到譬如說機率模型 上面之後你會發現 好像它可以用來描述幾乎所有的東西 我們慢慢會看到 那電腦要解方程式 其實電腦很容易算東西 我們可以看 你可以寫一個程式輕鬆的算這個函數吧 有沒有人寫不出這個程式的 就s乘以s加2乘以s加3 對不對 你要算s平方s乘以s嘛 如果要算s五次方呢 就s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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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那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有啊 呼叫函數嗎 呼叫power函數 powerS五 那就好了 好 那你可以很容易的寫一個函數 這是JavaScript的函數 可以算這個 對不對 那裡面如果有更複雜的 像s的t次方加更號ssin st 這你會寫吧 其實到最後都是函數呼叫 power st 然後呢 sqrts乘以sin st 不就是這件事嗎 所以我可以很容易的 用函數兜出你想要做的 你用數學是給我的函數 幾乎我們都可以很容易的兜出來 但是比較難的不是這樣子 比較難的是 譬如說我們要找方程式的根 那怎麼辦 譬如說 什麼樣的方程式 就這一個方程式 s平方-4s加1等於0 有解嗎 看起來是有 對不對 那解答是多少 如果是加4等於0的話 你應該很容易算出來 對不對 你用腦袋就可以算 加1的話好像就比較麻煩 你用腦袋不容易算 那這個有解嗎 s平方y-3sy加5等於0 你如果用高中數學的方法 你可以很容易的解出這個東西 但是你有辦法用高中數學的方法 很容易解出這個東西嗎 我們所能處理的函數 那些數學維基分裡面教的那些 工程數學裡面教的那些東西 通常都只能用來解一種很特定的方程式 但是那些方程式當然有它很重要的用途 譬如說 以電子系而言 你要解那個rc電路的 或rlc電路 那你就得要用工程數學 這為什麼電子系通常會 預設要學工程數學 那資工系好像就比較少去學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沒有要解rlc電路 但是我們會使有另外一門課叫做數值分析 或科學計算 我們會用電腦的手法來解這樣的程式 而且不只這樣的程式 連你給我為分方程 我也可以用電腦的手法 譬如說庫隆法來解 那這種電腦的手法 要通常會怎麼解這樣的問題 電腦的手法常常跟工程數學裡面的那種手法完全不一樣 工程數學裡面的手法 或者是傳統數學的手法 常常是教你一個公式解 這是比較高中以下的公式解 高中以下的常常沒公式解 所以工程數學 奇次常為分方程 或非奇次常為分方程 非奇次偏為分方程 那些東西到了非奇次偏為分方程 常常就沒有固定的方法可以解 常為分還比較有可能 偏為分的話就越來越 線性非奇次 非線性的非奇次偏為分方程 那個就完全幾乎 你會看到工程數學你把它翻透了 非線性非奇次的偏為分方程怎麼解 他都沒有跟你提到 那個領域就是沒有空式解 也沒有固定的手法可以解 但是電腦我們都有一些方法可以解 那我們的解法跟數學的想法非常不一樣 第一個 我們不要去看那個數值分析裡面的想法 我們就用我們的腦袋自己想說 我會怎麼解這樣的問題 你其實絕對可以想到一些方法 可是這些方法很可能書上都不會這樣寫 但是它是可行有效的 什麼樣的方法 暴力 絕對可行 絕對有效 只是可能要很久 譬如說 什麼叫做 一定可行一定有效 你把每一個變數都從最小到最大算一遍 有幾個變數你就寫幾層回圈 全部找一遍 整個空間密密麻麻的布板你的點 每一個點的函數值都算出來 選最小的或最大的那一個 選最小的或最大的那一個 那不就好了 夠暴力吧 那這種方法 舉個例子 你如果已經知道解答在正負100之間 那你就從-100到正100 每個0.01都算一個 那你最後一定會找到一個非常接近0的結果 那就是解答 如果你這樣子找不到非常接近0的結果 只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 它的解答不在-100到100之間 第二種是0.01不夠小 因為它的函數變化在0.01之間 它就可以從這邊變到那邊 那幾乎那種函數就 雖然可以說是可為 但是因為它的變化率太大 斜率根本就是 超過1萬之類的 那那種就有點病態的函數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超容易的寫一個程式 譬如說 s等於-100 s小於等於100 s加等於0.001 然後呢 就去算函數的值 函數的值的絕對值 如果是小於0.0001 那我就認為 找到解答 可以嗎 都已經小於0.001了 你還不覺得它是解答嗎 至少非常接近0的解答 這種方式其實很強 你只要把fs寫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算出任何fs等於0的值 你要愛fs等於幾都可以 所以這種方式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當然它有它的缺點 不然其他方式都不用玩 這方式的缺點是什麼 你看一個變數的時候還好啊 這種都很容易解一個變數啊 只要你知道它的範圍 那密密麻麻的布的點就可以了 問題是 像這種都很容易吧 因為它只有一個變數s 所以很容易 你就算從-100到100 然後0.001也就是千分之一 這樣你要找幾次 -100到100總共有200 200每步走千分之一 那也只不過200千而已 200K 現在的電腦隨便做 0.0幾秒就做完 所以沒有問題了 可是 缺點是什麼 它的速度以剛剛一個變數而言 看起來是比傳統算法慢了 但是也沒有真的很慢 但是如果兩個變數 兩個變數 你這邊每次要走0.001 它範圍剛剛的是100K 那兩個變數 100K乘100K 100K乘100K 你就很難受得了 3個變數就是100K的3次方 4個變數就是100K的4次方 當變數多的時候 你根本不可能這樣子做 像這個3個變數的話 就要8000兆次的計算 所以有辦法這樣做 那如果6個變數呢 8000兆乘8000兆次 不可能這樣算 所以幾乎所有書上都不會有寫暴力法這個東西 但是不代表它不能用 只是很多東西最後你會發現 書上沒寫的那個方法才是最多人用 那暴力法不會是最多人用的 可是它是一個我們直覺就可以想得出來的方法 那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來解方程式的根 絕對有啊 萬里學資料結構和演算法學了那麼多 難道都沒有講到這個問題嗎 有啊 其實只是你不會想到用在這個領域而已 用在方程式求解的領域 二分搜尋法 我們把一個陣列給排序完之後 我就切一半然後看看在哪邊 然後再切一半再看看在哪邊 二分搜尋法 那我可不可以用它來求解方程式的根 其實可行的 那這個講的有點複雜 這裡就講的有點複雜 假如我知道某一個FA大A0 FB小A0 那在AB之間勢必有一個C死的FC等於0 這在維基分叫什麼 均值定理 只是講這樣沒有人聽得懂 對不對 因為它是數學的 那這個到底在講什麼 有一個大A0的一個小A0的 那中間一定會穿過0 除非你是不連續函數 否則的話只要連續它一定會穿過0 就這樣 所以這個A就是大於0的 這個B就是小於0的 那你如果是連續函數 你中間一定要經過0 這個小學生都會 幼稚園應該都懂 只是講成數學就沒有人懂 均值定理 你一聽到什麼定理就 嗯 這是什麼 其實就沒什麼 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不把橡皮筋拉斷 請問你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它橡皮筋的這頭 在桌子上 另外一頭在桌子下 那一定會穿過桌子 所以二分搜尋法 在這裡 你只要能夠找出這樣兩個點 我們就可以用二分搜尋法 找到解 OK怎麼做 每次取最中間的 看看這個最中間的是在上半還是在下半 如果在上半的話 那就代表 有一個解在 在右邊 如果在下半的話 就代表有一個解在左邊 OK 所以以這個例子而言 這個中間是這樣 所以解應該在這裡 在C和B之間 我就可以找C和B之間 縮小範圍一半 那這個方法就會很快 對不對 你想要找根 那你就只要找到一正一負 就可以開始用二分搜尋法 找到其中一個解 OK 所以這種程式寫起來也很容易 只要你會寫地毀 B-SARF 我們之前是寫B-Search 二分搜尋 其實這就是B-Search 只是用來求解方程式 也叫B-SARF B-SARF 如果 我現在要找 A和B之間的解 那 我先取中間點 如果中間點 跟A 跟A是同號 那應該解就在C和B之間 否則的話 就在AC之間 看這個圖就知道 這個中間點 如果跟A是同號 那就在另一邊 OK 那如果是跟A不同號 那應該就是在它兩個中間 因為應該不同號 不同號的話 A在這裡 那C就應該在這裡 在這裡 那它中間一定會穿越這個 橫軸水平軸 所以我們 如果不要取二分之A加B 那有時候會更快找二解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線性內插 因為搞不好A至0.1 B是負一把 那你會想說 我還取最中間嗎 那不會 你會覺得A應該 解答很靠近A吧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線性內插一下子 搞不好就插到那個 很靠近A的那個解的地方 對 線性內插 那不管是二分搜尋還是線性內插 其實都很快 其實我會傾向於用二分搜尋 不傾向用線性內插 為什麼 二分搜尋法在演算法的複雜度上 已經是非常好的一個演算法 LogN 就算你N超級大 LogN取完之後也都很小 所以LogN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解法 所以如果有辦法做到這種方法的話 速度通常都已經算很快 可是二分搜尋法的問題是 你要先找到一組AB它的正負號相反 它的函數值正負號相反 這很容易嗎 反而這一點比較難 那你要去試啊 你可以亂試 對不對 亂試之後終於找到 喔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邊 然後呢 你終於找到了一個在不同邊的 可是 搞不好這個函數全部都是正的 你永遠都找不到 因為它沒有解 那你怎麼知道它沒有解 而且這個方法有個問題 你就算找到正負號的兩個點 那 它找出來也只是一個根而已 它沒有辦法找出所有的根 那暴力法只要在範圍之內 它應該可以把所有根一次找出來 二分搜尋法最後只能找到一個根 那這兩個方法 暴力法和二分搜尋都要先鎖定一個範圍 然後這個叫做界定法 就是界線已經確定的方法 Bracketing method 那我們可以看另外一類的方法 它不需要鎖定範圍的 這叫開放法 最簡單的開放法大概就是爬山演算法 你前幾個禮拜學過這些 那爬山演算法 也可以用來找最佳解 它不一定只是解那個等於零 它可以解任何函數 那如果我們要找的是極大值就爬山 如果是極小值就下山吧 那爬山演算法這類的方法 很容易找方程式的解 因為你只要去找 fs-0的絕對值最小化就可以 對吧 因為fs-0的絕對值最小化就是0 如果你找不到0的 那就是沒解 那你如果覺得絕對值很討厭 那你就fs-0的平方 絕對值為什麼有時候很討厭 不可為分 不可為分 對爬山演算法是沒差 但如果你要用T度下降法 它就不行了 不好用 也不是不行 真的它其實左導柱 右導數至少都有一邊會存在 只是會有一個反折點 有反折點之前會想不好 因為不可為 後來發現這是個迷思 這就是剛剛講的 深入學期從sigmoid改成reloot reloot就是一個有反折點的函數 結果人家還是運作得很好 根本就沒有問題啊 我們一直覺得一定要可為 那反而是限制了自己的思考 爬山演算法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選幾點隨便選 然後呢 永遠選0也ok 然後就左邊好往左走 右邊好往右走 那這是線性 就是一條線的狀況 就是一圍的狀況 那如果今天是二圍的呢 二圍的就是左邊好往左走 右邊好往右走 那前面好往前走 後面好往後走 上面好往後走 上面好往上走 下面好往下走 四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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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圍在真實世界沒辦法類比 對不對 但是通常 以相對樂而言 你會加上時間參數 那就是 左邊好往左走 右邊好往右走 前面好往前走 後面好往後走 上面好往上走 下面好往下走 另外一圍是什麼 另外一圍就比較厲害了 那就是 未來好往未來走 過去好往過去走 這就把時間拉進來 但是我們真實的人 是沒有辦法穿越時間的 這就 另外一個維度就沒有辦法做 所以如果我們 用爬山遠算法之類的 那 他沒有辦法找到 Fs 很接近0 Fs絕對只很接近0的話 那就失敗 那就只好 另外再找一個起點 繼續爬 那就變成多重爬山算法 那這個是爬山算法的程式 前幾個禮拜都看過 那爬山算法速度沒有很快 比起剛剛的二分搜尋法而言 爬山算法的速度算慢 但是比起遺傳演算法而言 爬山算法的速度算是非常快 所以你得看到底是什麼 跟誰比 那爬山算法很少用來解方程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是用來解方程的很好方法 可是解方程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這也是開放性方法 而且不需要事先設定範圍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角 因為剛剛講的那些你大部分都知道 今天要講的主角是什麼 疊代法 有沒有聽過這個方法 這個疊算不算簡體字啊 不過輸入法可以打出它 應該算繁體字也有 不過也有人寫那個疊疊樂的疊 我覺得寫這個疊好像比較對 疊代法到底是什麼 其實它沒有什麼 它就是我一直重複算的方法 什麼叫一直重複算 譬如說我要找一個 s等於fs這個函 那我就說 一開始隨便選一個s 譬如說s等於1 然後呢 s等於f1 這就是下一個s 下一個s 那再下下的s 就是s2等於f1 s3等於fs2 sK加1等於fSK 這樣子能找到解嗎 不一定 因為你去想這樣子很怪 如果今天這個fs永遠都大於一倍 就fs等於2s 你這個方法就爆掉了 對不對 如果fs就是2s 那你這個方法肯定爆炸 因為它變成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2的100次方 做1000次就變成2的1000次方 哪一個電腦可以儲存2的1000次方這種東西 就爆了 但是你要去設計這樣一個函數使得它不會爆炸 那這就是設計的藝術了 你要去設計一個函數可以用來解 但是它又不會爆炸 那這樣就可以拿來疊代 所以不是所有函數都可以疊代了 你說很多函數疊代下去就是爆掉 你根本就找不到答案 但是你只要設計的好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用這種疊代法找到答案 所以疊代法其實是在找一個函數反覆套疊的不動點 這個數學上叫做不動點理論 有些問題是可以證明它一定有個不動點 如果今天不是想找fs等於s的解 而是想找fs等於0的解 那又該怎麼辦 沒怎麼辦 很簡單你就造成另外一個gs 讓它變成gs等於s就好 怎麼造 改其中一邊 就是說我想找fs等於0的解 但是剛剛的要求我要找fs等於s的解 那我沒有辦法這樣做 我只好定義gs等於fs加s 那這樣就變成gs等於s的解 那不就可以套用剛剛的疊代法去算 但這樣做當然感覺不是很好 你純粹把它加一個s 這樣會收斂嗎 這很可能就發散了 所以這樣子做不好的 你有各式各樣的做法 可以讓它其中一邊出現s 另外的東西都推到另外一邊 舉個例子 你可以用s等於fs加s 這是剛剛的做法 因為可以用s等於fs加s 這怎麼變成fs等於s的形式 就是gs等於s的形式 那辦法就是你把這個平方次移一次方過來 那就變成fs加s平方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可能收斂 如果這個fs不要太大 可是看起來這樣其實還不是很好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s平方式 它很可能就爆掉了 除非s在-1到1之間還有可能 如果它是大於1的話 那可能爆掉 你只要選擇任何一個起點 然後開始反覆疊代 看看會不會收斂 只要不爆掉 收斂了 那就是解 萬一都不收斂 這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都不收斂 但是它也不爆掉 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啦 各位知道那個奇異吸引子 這個東西叫混沌理論 就是有那種很奇怪的函數 既不會爆掉也不會收斂 它永遠都不重複 有的 你可以看 像那個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混沌理論的一個素 像這個 勞倫之函數 這是一個疊代的結果 它呢 這條線幾乎永遠都不會重複 然後一直在這個蝴蝶形狀上面繞 但是永遠都不會重複 也不會爆掉 也不會收斂 然後永遠就在這邊繞 我們看到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長什麼樣子 這個 來看一下英文版 欸 奇異吸子 沒有英文版 其他語言只有這個 所以顯然這個不是混沌 可能要找這裡 西子 這個也沒有 喔 終於有英文版 這裡 碎形理論 混沌理論 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 像這種也是 它 就不會 不會收斂 那這個是羅倫茲方程式 羅倫茲方程式 羅倫茲方程式 在哪呢 喔 羅倫茲的 羅倫茲方程式 羅倫茲方程式 長這樣 它是一個微分方程 方程式的寫法是這個樣子 這個函數在某一個區間之內 它永遠不會重複 會一直震大 長得像一個蝴蝶形狀 既不爆掉也不收斂 有可能的 但是這種情況 畢竟我們很少碰到了 我們絕大部分碰到的情況 要嘛就是爆掉 要嘛就是收斂 很少碰到那個 既不爆掉也不會收斂的那種函數 那個要很細心找才找得出來 好 那如果 狀況就只有爆掉和收斂的話 那我們 去疊代 最後 只要不爆掉 我們就知道它是解答 就是 就是 G S等於S的解答 那這邊是一個例子 我們用疊代法 我們用疊代法 來找 找解 那 不會收斂 這個問題很嚴重 其實 你要去好好的設計你的函數 我們求平方根的話 你可以設計很多函數 像這個函數 這個疊代式 可以用來求3的平方根 看得出來為什麼它是3的平方根嗎 你把這個Sk乘以Sk加1 不是等於3嗎 只要Sk跟Sk加1一樣 也就是收斂 那S平方不就等著 看得出來嗎 這個Sk 我如果把K拿掉它是S 這個Sk加1我把K加1拿掉 它也是S 那S等於S分之3 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S平方分3 好嗎 OK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只要最後收斂了 收斂的意思就是 收斂的意思就是Sk跟Sk加1是一樣 就是收斂 那只要這兩個一樣 那S平方就等於3 沒錯 那這個式子其實也是一樣 只是你看它是Sk加1等於Sk 減掉4分之1Sk平方-3 現在這個設計的關鍵在哪裡 S本來就等於S 那後面這個減的東西是什麼 是0 只要在解答的情況下 它就是0 因為解答是S平方等於3 S平方-3不就是0嗎 減掉4分之1乘以0還是0 所以這個函數是橫等4S等S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疊代式來算 用這個疊代式算也可以 但是哪一個會不會收斂 這就不一定 再來Sk加1等於2分之1Sk加Sk分之3 這個式子又怎麼解讀 這個2分之1Sk 這個括號裡面其實是2Sk 2S 括號裡面為什麼是2S 這是一個S對不對 那S平方等於3 那S分之3不就是S嗎 S平方等於3嘛 那S分之3那還是S啊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S分之3還是S 所以2分之1S加S 但你不能寫2分之1S加S啊 那就沒有意義了 那就完全不會動 所以就是改一個寫法 去讓它變成疊代式 你去實做這三種方法 然後你把它印出來 看看哪一個會收斂哪一個不會 你就會看到 這個 第一種狀況 它很奇怪 它會震盪 它不收斂 但是它在3和1之間一直震來震去 第二種狀況呢 它很快 有點快就收斂 第三種狀況是最快收斂 所以你疊代式設計的不一樣 收斂的速度就不一樣 這個答案都是1.732沒錯吧 因為根號3就是1.732 可是問題是 這個疊代式根本就不會收斂 還會震盪 有些疊代式甚至還會發散 完全不收斂 會爆掉 所以疊代式怎麼設計 這很重要 幾乎數值分析這門課的最大重點 就是教你怎麼設計疊代式 那另外一個是初始值也會影響到它收不收斂 有時候雖然那個疊代函數在某個範圍會收斂 但是超過了那個範圍它就不收斂 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你除了設計疊代函數還會設計初始值 那如果我們想解的不是方程式而是方程組 那我們該怎麼解 你只要稍微變換一下 就可以把方程組變成一個方程式 不管你有幾個方程式 不管你有方程組有幾個公式 你最後都可以把它合成一個公式 怎麼做 譬如說我想找這個方程組的解 我改寫fs等於0 gs也等於0 那我就改寫成fs平方加gs平方等於0 這不是兩個都一定要滿足嗎 這樣見達出期待 一次滿足你兩種欲望 對 那你也可以n個方程式 你全部把它平方加總等於0 一樣得到幾百 但是這樣的原本是線性的方程式 方程組就會變成二次的非線性方程組 那它就變難了 因為本來你用線性代數的方法就可以解掉 結果你必須要用非線性的方法才能解掉 那雖然我們有爬山演算法可以處理非線性這種問題 但是爬山演算法畢竟不像T度下降法那樣很有方向 而且只要是非線性你T度下降法也找不到最好的解 但只要是線性的幾乎你都可以找到最好的解 所以你把問題變複雜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是只要能夠解得到問題變複雜 只要你能解就行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要講的東西 疊代法 我們這裡有程式 疊代法 我們剛剛這邊 科學計算這裡 這邊 有求解方程式這裡 這是我之前在GitBook上面寫的 差不多就是這一篇的所有程式都在這裡 你可以試著去執行一下這些程式 在科學計算 我們課程的科學計算裡面求解方程式 去執行看看 然後我們下一堂課 再來看其他的內容 先休息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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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